現在的時間中午12點 我們大概早上8點多出發的吧 這次去花蓮我真的非常的期待 因為聽說有人要帶我們去 很多我從來以前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所以其實從上禮拜開始 我個人就已經期待了這一天 期待了非常久了 那今天我們現在人已經來到了花蓮 還有南投的算是已經快到交界處了 我們人現在在武嶺 今天武嶺天氣非常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美啊 而且今天都沒有什麼雲 然後一路上騎上來的時候 因為今天是一個禮拜五 所以一路上都沒有車 只是風比較大一點而已 這樣出發 然後我剛才看了一下Google Map 我們到花蓮的時間 應該才下午三十點而已 有誤會啊 我剛才看Google Map是三點多 因為我們剛才有停小Race 然後聽完我在那邊看了一下說 大概還要多久才會到 然後他寫三個小時二十分鐘 然後那時候的時間才十一點五十分 可是現在我又開始在拖了 所以我也不確定 我們到的時候會是幾點 這次花蓮算是三天兩夜 然後這三天兩夜呢 我們已經訂好了花蓮的民宿了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就很簡單 是我們的移動日 到花蓮之後 我們就去民宿 睡個晚上 明天早上六點 的行程 所以等一下繼續騎 Go Go 呦呦我是魯特 這趟旅程 從武嶺開始 這次我們準備跨越中央山脈 經過中橫 從台灣的西部 一路騎到東部 接著前往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幾個 花蓮在地觀眾 推薦的秘境 終於算是換觀眾 帶著我們去騎車了 我們在這裡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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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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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一直在思考要怎麼才能玩得更不一樣 所以在這6次的行程中 我對於帶觀眾去騎車 自己所安排的行程 還是會覺得有點可惜呀 因為人多 所以必須要在每一趟的行程中做取捨 路太小 太爛的 在一開始安排的時候 就會被我先刪掉 很多很美的地方就這樣被我封存了起來 直到這一次 剛好在因緣際會之下 在我們之前帶觀眾去花蓮鳳林的那一次 認識了幾位花蓮的在地朋友 從他之後我們就一直保持聯絡 最後他揪了我們去花蓮騎車 說要帶我們去幾個 他覺得很漂亮的花蓮 所以我們也一口氣答應了 約在過年前的一個禮拜 出發了 這趟出發的時間 說起來也是蠻尷尬的啦 出發的前一天 天氣預報再度指出 明天 後天 寒流來襲 整個東部 都是會有雨的天氣 好像在每次出發之前 天氣預報都會說下雨 已經是常態了 所以在出發前 這位秉優 很貼心的問我們 下雨的話 要不要取消 秉持著我們的初衷 要衝 就衝到底的精神 我想都沒想的 就跟他說 下雨當然還是要照樣的衝啊 所以 我們接到了台八線 這一趟中橫最讓我擔心的一段路 就是在過了荷歡關雲之後的台八線 吸完台四甲之後 一接到台八線的入口處 路面上就直接擺了一個 超級顯眼 你很難不去注意到他的 路障標示 告示牌上的大意大概就是 台八線官員段 目前是災害路段 去年因為突如其來的好大雨 導致官員附近的路段 大面積崩塌 看了幾段網路上的影片之後 還是會覺得 這一段真的非必要 盡量還是不要經過比較好啦 真的不得已一定要經過的話 也要注意 每日的通行時間 是有管制的 一天 有四個時段 開放通行 早上的7點到8點 早上的10點 中午的12點到下午1點 下午3點 分別放行 管制時間不分平假日 所以近期如果要前往官員段的朋友們 一定要非常注意時間 才不會跟我之前一樣 到了管制入口 才發生的那種 過不去 結果又回頭 直接半倒回家的 尷尬窘境 同樣的路障在荷環派出所前又再度出現了一次 這一次 則是把整個車道都封閉了 當下我怕說因為我沒有注意到資訊 所以又起回頭再檢查了一次 一招被蛇咬 10年怕草神 如果你跟我有同樣的經驗 在傍晚的4點 從花蓮的天祥出發 準備回台中 結果騎著騎著 騎到管制站的時間 已經是下午的5點03分了 這時候才很篤然的發現 晚了3分鐘 過不去 那時候還下著綿綿細雨 明天在台中還有重要的工作 這時候我有兩個選擇 1 是乾脆直接把隔天的事情排開 在花蓮住一晚 隔天在悠哉的騎著中橫回家 2 是一路重新回頭走中橫下山 接著走蘇花公路 北宜公路 再接到台三線 到家 已經會超過半夜3點的窘境 那一次我應該真的是頭去撞到啊 直接選擇了方案2 我可以跟你說 騎的真的很爽 但是真的超級累的 所以這次在面對到草神的時候 我還是把它當成了一條毒蛇來看待 確定的告示牌上寫的是開放時間後 就接著 繼續往下騎了 繼續出發 經過了官員交友戰之後 這個大面積崩塌的地方 在山的另外一頭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見了 位於台八線117K處 在去年的5月中 大規模的邊坡崩塌 導致了將近150公尺的陸基流失 時至今日 邊坡的落石 仍然時不時的 會從山壁上 掉下來 雖然預估了時間 但是在這裡我們還是被攔了下來 抵達時間大概是在1點45分 只要等大概15分鐘 就可以通行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崩壁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看到崩壁的時候 心裡會是怎麼想的 壯觀 恐怖 還是一眼都不敢看 只想加進油門 趕快經過 我覺得這種大崩壁 視覺上看起來真的非常的震撼 吐石堆就在我們左手邊不到3公尺的地方 右邊是深不見底的懸崖 往上就是整整超過50公尺的崩塌點 心裡壓力說實在的 很希望不要有石頭掉下來啦 哪怕只是一顆拳頭大的落石 用最快的速度經過了官員大崩壁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騎得很放鬆了啦 一路上都沒有管制 可以直達太魯閣 中橫騎了很多次了 這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就是在經過了碧綠隧道之後的雲海了 只要你有騎過台八線 你應該不難發現 在這裡的隧道 大部分都是只有單線道的隧道 在進入隧道前 需要先停下來注意一下 有沒有對象來車 直到完整的看到洞口的陽光 才能安心的騎進隧道 隧道中也是非常的幽暗 潮濕 除了自己車子的燈光 剩下的 就只有那洞口的微弱光芒而已 出了隧道之後的景色 常常也會和進隧道前的路段 完全的不一樣 今天 我們就很剛好的 看到了這一大片的雲海 在經過了碧綠隧道還有金馬隧道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了這個充滿毅力 克難精神 才打通的路段 整個路段建立在沒有陸基的峭壁之上 這裡的每一公分 每一公尺 都是榮民 從山頂懸吊而下 一公分 一公分的挖炮眼 埋炸藥 慢慢的炸出來的 工程的艱困難度 可想而知 而除了艱辛 今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剛剛好 雲霧從山谷慢慢往上爬升 真的很美啊 在漁宮峭壁稍作停留之後 基本上也沒剩下多少時間 可以讓我揮霍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一鼓作氣 騎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經過了天翔 進入了太魯閣 明明出發的時候是好天氣 但是在過了天翔隧道之後 天空也開始下起了雨 雨勢一度還大到是用炸的炸下來的那種 花蓮的三天兩夜 第一天 就直接變成了洛塘基 最後在下午的4點多 我們終於出了中橫 來到了花蓮的新城鄉 與觀眾 會合了 這路邊稍微閒聊打屁了一下 我們準備一路騎到今天預定的民宿 這一次算是比較難得的一次 就是我竟然在事前預定了兩碗的民宿啊 又是可見 我真的是很期待這一次的三天兩夜 一路從鄉到經過了空軍的家山基地之後 我們終於抵達了民宿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到民宿再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們這次住的民宿啊在吉安鄉 那格局呢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加大雙人床 然後有電視 然後這邊有一個梳妝台 梳妝台上面還有一個沙發 讓我呢 在這邊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好好來拉個檔案 然後我剛才去買了一個酒 有一個小圓桌 機架非常的可愛 很有特色 然後有一個小冰箱 重點是 這裡是有陽台的 看出去呢 哇 風景這個view真的非常的棒啊 所以這個陽台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接著是我們的浴室 浴室採用了乾濕分離 裡面有一個透明的玻璃拉門 拉起來之後你可以舒服的洗澡 整個環境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也覺得非常的乾淨 重點是 住兩個晚上 怎麼樣 3000塊而已 一個人一個晚上 750塊 因為我還真的一起住 雲閣 還蠻棒的 如果有來吉安的話呢 你也可以過來住 走 第二天我們起了個大早 大概在早上的6點 我們把一些東西留在了民宿 輕裝出發 來到了早餐店 稍微嗑了一點東西之後 我們也正式展開這一次的 花蓮行程了 各位 我們剛剛 素吃完了這間 義美豆漿早點 好像是蠻在地的一間 早餐店 吃完了之後 我們今天的行程 第一個點 我們要去 西林林道 終於啊 我們終於開始探索了這個 東部的林道 好不好 然後手套戴好了 結果鑰匙 放進了 其實之前 我就很想要 一直很想要來這個 東部的林道 只是礙於怎麼樣 路程真的 太長了 首先你要先到花蓮 你就要先騎個五六個小時 然後 又進林道呢 你又沒辦法騎那種 像橘白今天我覺得 應該就不太適合騎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會騎CRF 然後再加上一個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一個 和歡山的郵差 他也會跟我們一起來 好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往 準備往林道裡面出發 GOGO 一早剛起來 腦子還是昏昏沉沉的 今天的第一站 我們準備前往的 不是西林林道 第一個地點 我們準備前往一個 位在不知名林道 最頂端的 飛行場 跨上車 在剛升起陽光的照耀下 我們沿著花九鄉道 出發了 花九鄉道 這一條 藏不到10公里的鄉道 在我騎完之後 我覺得 他可以稱作是 花蓮版的延山公路了啦 從地圖上看過去 花九鄉道 與台九線 193線道 幾乎是平行的路線 而花九鄉道 則是這三條花蓮的 南北巷道路中 最靠近山邊的一條 沿線雖然都是單線道居多 陸幅比起台九線 還有193線道 也窄了不少 但是在這裡的車 真的非常少啊 只有沿途經過的幾個部落中 會有少數的車輛出入 所以真的可以騎得很沒有壓力 這是我第一次騎這台花九鄉道上 從以前來到花蓮的時候 每次離開中橫 都是直接接到台九線 不然就是193 而以往走台九線 在假日的時候 偶爾會遇到車多 或者是很多大車的狀況 而走193線道 又會常常遇到 明明前面都沒有車 但總是就有一台陸隊長帶隊 加上途中還會經過一段墳墓 想左顧右盼一下風景 都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這次騎在花九鄉道上 我反而有一種新騎的感覺 很像進入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探險 同時 也真的覺得騎得很輕鬆 愜意 一開始的花九鄉道 除了車掃好騎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有一段我們是會行駛在鐵軌旁邊 運氣好一點的話 還可以跟火車尬掐 只是今天火車是從對向的方向過來 沒辦法跟他一起奔馳 而在過了這段鐵軌之後 我們則是會轉進一條 陸服完全沒有辦法會車 兩邊風景 長得很像林道的小景 沿途的景致 真的很鄉村 只是他沒有來一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了 大家下次如果有機會 騎著中橫 或者是梳花去花蓮 記得可以選擇花九鄉道 車掃 陸屏 重點是 真的可以騎得非常的舒服啊 一路行駛 用Google map的口吻來說的話就是 往北 沿著花九鄉道 我們會經過不少村落 佳陵部落 佳明部落 景美部落 最後則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目的地 不知名的林道 台中沙圈賽第一名 這台喔 喔這台喔 沙圈 對啊 真的假的 欸你跟我妹是車友耶 我妹也是騎這個啊 對啊 配的超無力 對我妹的超美麗的 欸這排氣管屌耶 沙圈賽第一名 那今天跟我們同行的呢 有一位非常特別的人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之前跟老八 去騎越野車的那部影片的話呢 就應該知道這位人兄 這個是我們這個 和歡山油猜大哥 對沒錯他也是花蓮人 那這個油猜大哥呢 大有來頭 他之前是在送 武嶺和歡山 甚至有一陣子還送過 官員 加油站的霸掌 各位你就是官員加油站的霸掌的時候呢 有一陣子就是他送上去的 好不好 所以這位猶太先生也是蠻厲害的 他目前呢 在花蓮呢 又有進一間車 服務我們這個在地花蓮越野車友 摩托車友 非常的讚 等一下呢 我們就讓他 帶著我們 一起上去 這一次就換你當地頭蛇了 一起騎 對 沒錯 有一台車也是要借我們騎的 對不對 一台特納賽給真真騎 一台特納賽給真真騎 拿著我女朋友騎 這據說是沙圈場的 什麼 戰神 對 上次不小心拿個第一名 然後上次就這麼不小心是不是 哈哈哈 對然後另外兩台呢 是這個特納賽 對 等下真真會騎其中一台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行程啊 我們就可能不會再騎 橘白進去了 今天就有勞你了 我 感謝 很開心認識你 好啦 反正等一下呢 我小弟 本人呢 就是騎我們 這 CRF300 然後真真呢 他就是騎我們這個 油菜大哥的 特納賽 第幾次來了 第二次了 上次來有摔嗎 沒有啦 開車啦 上次開車喔 那等於第一次來啊 我想要我摔 我看你騎那台車 據我所知 像我們在上一部影片裡面有講到說 就是 有人因為真真 看了真真騎之後 所以跑去買CRF300 這一位女士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真真他現在看到了之後 他都說 他很希望看到 那些去牽的 也摔車 因爲他已經摔到不行了 哈哈哈 過第一個 完全沒問題 好對呀 哈哈哈 哥哥 今天除了這三天 會帶領我們騎車的兩位 車友觀眾 還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 和歡3的 油菜先生 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有看過這篇新聞的啦 雪地油菜 其實之前 我已經有在水牛坑 遇過這位前輩了 那時候是因為參加活動的關係 只有一面支援 而這次 又可以一起騎車 甚至 還要借一台特納賽給我們騎 真的是非常開心啊 在入口處準備了一下 我們接著進入了這條林道 地點的話 原諒我沒辦法直接在影片裡面標示出來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怎麼去的話 可以從臉書 或者是IG 私訊我 我會再告訴你 有水泥鋪裝路面作為起點 有水泥鋪裝路面作為起點 我們騎進了這條 不知名的林道 水泥路面沒有持續太長的路段 大概騎了30秒 我們就會接著進入碎石路面 剛剛有提到之前有幾位車友 也是看了真正騎了我們的 西阿湖 拉利之後 馬上就跑去下定了 其中的一位 就是這位騎在我們前面的拉利女車友 其實我覺得新手來騎今天的第一條林道 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壓力啦 即使是碎石路面 車側也會被輪胎壓得非常的扎實 所以騎在上面 也不會有那種碎石 在輪胎底下翻滾的不安全感 很適合新手的啦 這一趟帶領我們騎乘的車友 還騎了一台Bewis 所以騎速可達的朋友 不需要太緊張 一樣可以很輕鬆的 抵達最高點 路面雖然平坦 但是騎在這裡的時候 還是有幾點 比較需要注意的 第一點是 因為這條林道的終點 是一個飛行場 而飛行場的海拔 通常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往飛行場的路段 通常是會比較陡 法夾灣也很多 這一段長不到5公里的路 法夾灣應該就超過了10個 所以不管是去城 還是回城 在法夾灣的路段 都需要多加的注意 剛下完雨 還是盡量不要前往比較好 第二點 就是現在我們騎到一半 遇到的 大卡車 這個路段目前還是有蠻多大車在行駛的啦 當天我們至少就遇到了3台大車 他們行駛的速度不快 所以在大家前往的時候 還是建議也放慢速度 不要太開心了 油門就一直補 一直補 尤其是在法夾灣處 也要盡量抓好安全距離 接著就是第3點 從第2 還是第3個法夾灣開始 我們就可以從左手邊 俯瞰遠方的海灣 這時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把車停下來 來慢慢的欣賞這一片風景 哇靠 超漂亮的 我們現在騎到一半而已 然後 從這個樹林之中 看出去 外面就是這個 應該這邊應該是七星坦 我覺得 反正就是一大片的海灣 非常的美 現在我們要繼續騎 好煩喔 身為一個公務員 對 這路太斜了 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法夾灣 路途中有這一種 一條一條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 它是有裂縫的 慢慢騎就好 沿路上會有蠻多水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可是 他看這邊看過去的風景 真的非常的棒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繼續出發 這就是我喜歡的郵差 在這裡欣賞這一片海灣的風景之後 我們繼續往上移動 最後在騎了將近20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座山的最高點 這裡也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飛行場 不知道名字飛行場 各位我們現在騎到了終點 從那條路口進來之後 一開始就是我們會騎一點小小的碎石路面 那其實一整路上 我覺得里程不長 可能4公里以內 就會騎完了 可是這4公里 是非常陡上的4公里 法夾灣 大概跟 我們去那個蘭嶼燈台有沒有 有得比 沿途就是很多那種 你過來之後又是上坡 然後又是直接180度回來 回過去的 我剛剛有用空拍機去追焦那個卡車 大家從那個卡車上面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示意圖 大概是這樣 他就是真的很迂迴的一條路 因為我們剛才在下面 應該是海拔是0 然後就是平地 然後上來到這邊 我覺得 他的海拔比 太平山飛行場 高一點 從這邊看過去的這個景色 下面的這些建築物 還有馬路 還有農田 在這邊其實也不用飛空拍機 我們在這個視角 基本上就已經是上帝視角 就是空拍視角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個 這是我們今天來的第一個點 這一個點 蠻推的 我覺得你不要下雨之後來 因為你進來的時候那個路口 全部都是積水 然後是爛泥 可以看到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就是 就是整個全部都是爛泥的狀態 所以 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盡量挑在前後都是晴天 然後 天氣好一點 時段呢 我覺得下午會比較好 太陽剛起來 所以現在太陽很大 很熱 然後很逆光 現在我的臉應該全部都是黑的 不然就是後面全部都是白的 所以如果來的話 我覺得下午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啊 看過去的風景啊 站在這個飛行場 我現在這個是一個飛行場 這是一個下坡的地段 然後中間這個橋呢 這就是台九線上 哇 真的非常的讚 台九線的不知道 某一座橋 這裡可以看到 這就是一個出海口 整個花蓮市區的風景 就在這裡 真的很讚 非常的棒 非常的美 好不好 大家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來 在一開始抵達飛行場的時候 我覺得 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 因為太陽從東邊出來 而這個飛行場面向的方向 就是東邊 所以一早7點多來到這裡 太陽真的超級大 逆光 你已到爆 不過撇除逆光這個點 這個飛行場看過去的視野 可以說是完全找不到缺點 展望很好 有我最喜歡的海 有今天清澈到爆的山 有平原田野的視野 有清晰可見的台九線 我覺得這個飛行場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應該會選擇在下午的時候前往 那時候應該就能完全看到太平洋的全貌 不會在被海上的波光零零 閃到睜不開眼了 登頂之後 在這裡待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們也準備下山了 各位我們現在結束了在這個 XXX的行程 等一下我們準備下山 然後把我們的特納賽再換成菊白 然後就前往我們下一個飛行場 GO 可能是這位觀眾家車友真的很想多送一點素材給我 所以還特別綜藝摔了一下給我們看 哇塞 還有嗎 可以嗎 你確定 你這麼想要送我素材喔 你先不要動 我幫你踩掉 這太滑了 這是蠻滑的啦 應該蠻滑的 沒事沒事沒事 你確定 太滑了 我是說你有沒有怎樣 沒有沒有沒有 受一點小傷了 沒傷沒傷 先關心他的安全帽 對 真的沒什麼樣子 安全帽 還好啦 換鏡片就 你怎麼會先換安全帽 他叫你轉一圈 然後他是轉安全帽的一圈 一整套都是新的是不是 風衣新的 風衣新的 褲子新的 褲子全新的 鞋子也是全新的 現在玩完之後 變成了什麼 戰損版 戰損版 沒有 還是非常的帥 我比較喜歡戰損版的風格 因為我留個做紀念 然後這個 OK的啦 OK的啦 上 Windows 零到小教室 師傅來 我們華蓮的師傅來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嗎 像我們一般 尤其這種在 沒有照到太陽的地方 隱隱處 它特別容易掌青台 所以平常 你可以看到這兩邊 有一個車軌 因為這邊卡車一直在跑 所以這邊 反而是 乾淨的 但很多新手會想說 要騎中間一點 那騎在這裡 這個超滑的 這邊是有車子在走的 所以我的腳這樣是沒辦法摩擦 可是中間這邊呢 我的腳是直接可以這樣 我差點這樣 你要我劈腿也可以喔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我們還是走輪子 平常輪子有在走的地方比較安全 是的 我們不要走別人沒走的路 對 我們不要走別人沒走的路 OK 欸沒有 可是越野就是在走別人沒有走的路 所以大家帥的還是很開心 對 哈哈哈哈 你是小哈哈哈哈 我剛剛一瞬間 我以為是你的那個 身體冒出了火花 可以的話 如果你要來跑這個地方啊 還是盡量就是穿個護具會比較好一點啦 安全一點 對 像我們也是裡面有那個 我們裡面有護膝嘛對不對 對對對 對 我們裡面有護膝 OK 這裡面也是有 OK的 騎乘0道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從以前騎到現在 在看到有人摔車 或者是自己也摔車的當下 的確 是心裡會怕怕啦 但是在把車浮起來了之後 我們都還是笑笑的 也因為有護具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人也都平安無事 把車牽起來了之後 繼續打個屁 聊個天 就又笑嘻嘻的 繼續往下騎了 離開了第一座飛行場 接下來我們在行程中 插入了一點特別節目 就是我們準備前往這個 曾經是電影 賽德克巴萊的取景地點之一 石禹瀑布 從花蓮吉安鄉離開市區 我們接到了這一條 台九丙線 台九丙線前身是台九線的舊線 在剛編程的時候 原本的台九線走的就是這一段路 只是那時候因為橫跨木瓜溪的橋樑還沒有建成 所以只好往山區靠了一點 再從鯉魚潭拉回我們現在騎的台九線 目前台九丙線全長超過22公里 是台九線最長的其中一條支線 沿線的旅遊資源豐富 從有著日本人規劃 街道呈現棋盤式縱橫的吉安鄉 到張木綠色隧道 再到木谷木魚 鯉魚潭 從這條公路上可以看見大山大水 不過今天 我們沒有把過度的心思 放在台九丙上 反而是在台九丙線上的其中一個路口 右轉 再度使進了小鏡裡面 這個路段轉換的 就沒有剛剛飛行場的那段路快了 從台九丙線右轉之後 我們首先會騎了好一大段薄油路面 接著 左手邊 會開始出現一條溪流 一直陪伴著我們 要前往石羽瀑布 我們就會需要往這條跟老農溪 只差了一個字的 老溪 的上游前進 想要前往的朋友們 可以直接搜尋 米亞玩溪 沿途的路況 可以說是非常好 陸幅不算寬的單線道 兩邊就是綠樹甲道 從台九丙線轉進來 我們騎了大概不到10分鐘 來到了一個藍沙坡 一進來路口的時候 再經過這個很像是橋的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超級大的藍沙坡嗎 不會不知道 反正一進來就可以看到 那因為最近花蓮啊 雨是下的非常大的 水量 以現在來說我覺得 是算很豐富的啦 還蠻爛的 蠻漂亮的 好玩嗎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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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看到這個藍沙坡的水量 心裡突然就覺得踏實了起來 因為從石雨瀑布 這個名稱看起來 應該不難猜測 這條瀑布 就是需要在大雨過後 才會出現 所以基本上 只要看到藍沙坡的水量這麼多 等等的瀑布 應該就是大概就過的啦 而在看到這個藍沙坡之後 路況從這裡開始 跟剛剛 就是天差地遠了 我說的天差地遠 是因為我這次騎橘白來 路我的6 加公路設定的懸吊 心裡還是騎了蠻陡的 而且真的是撞到了屁股 都長痘痘了 如果不是騎越野車來的朋友 其實也可以放心的騎進來啦 車速放的慢一點 慢慢的給它嚕上去 大概嚕個10分鐘 到15分鐘就可以到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 大概就是這最後一個上坡 坡度 從運動相機上 看起來不陡 但是要實際騎到瀑布旁的髮夾彎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斜度的 不過基本上 也就只有這個坡需要注意 剩下的就都慢慢嚕 就可以了 我剛剛成功的把690 裝了RODE6 的690 我們騎了好長一段這種碎石路面 現在我們把它停到了這邊 這個林道呢 下面有一個瀑布 它叫石雨瀑布 大家應該聽得到就是現在其實有慘慘的吸水聲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沿著這一個 這一個路面呢 往下切 我們的導遊已經在那邊等我們了 所以我現在呢 準備往下走好不好 GOGO 小進的入口 在Google地圖上 直接打石雨瀑布 就可以抵達了 但是這個入口說真的 蠻不明顯的 至少以我這個沒有在爬山健行的人來說 單看外觀 我是不相信這裡可以走啦 從林道上 下切到西床的小進 也不算長 整段大概不到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走完了 一進入這個周圍都是低矮植物組成的小進 很有那種在叢林的感覺 加上今天的天氣 真的很好 所以走起來 其實蠻舒服的 小進上的坡度會比較陡一點 不過沿途有幾條繩索可以抓 繩索可能是因為前幾天下雨 所以表面潮濕 有青苔 握持的時候 需要花比較大的力氣抓著 才不會滑動 同時 路徑上的石頭 也是非常濕滑的 依我穿著踢不爛 還是有點滑滑的 所以如果想前往的朋友們 還是盡量穿比較直滑的鞋子 會比較安全 我們終於到了 其實從上面走下來不會花你很長的時間 才走大概3分鐘而已 蠻快的 就是平常有在爬山的人來說應該算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線 可是對於平常沒有在爬山的我來說呢 走到差點滑到 然後石魚瀑布呢就在那邊 非常的漂亮 等一下我們好好的走過去 稍微給他看一下 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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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魚瀑布位於老溪上游的米亞玩溪 發源於木瓜山 水勢會隨著天后而改變 颱風天過後的一個禮拜 水量會超大 而如果是一般的下雨天 水量在3天之後也會差不多開始乾枯了 C條在雨後才會出現的瀑布 石魚瀑布有另外一個名字 彩虹瀑布 在下完雨之後的好天氣 同時瀑布水量大的情況 從山壁上飛流直下瀑布流水 與陽光的相互作用下 形成了這一個難得一遇的 彩虹 除了瀑布 來到這裡 也不要忘了好好享受這林間小溪 水 透明清澈的同時 有非常的冰 很適合我這個不爬山的菜雞 爬了滿身汗之後 抓把水吸吸臉 攻擊 我不知道彩虹是不是難得一遇啦 至少我們剛到這裡的時候 彩虹原本是一大片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經過了20分鐘之後 它也逐漸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瀑布 應該不是每次來 都可以看到彩虹的 各位我現在來到這個 石羽瀑布 琴石多雲偶正雨 所以叫石羽瀑布 我覺得它高度落差蠻大的 從上面下來應該有 30公尺超過 這30公尺導致它上面的水量 今天的水量是很夠的 水量在這 下來的時候變成像下雨一樣 那我們今天來的時候真的非常的剛好 非常的幸運 剛剛在那邊空拍機拍到的彩虹 跟賽德克巴萊那個一樣 就是剛好那邊也是有彩虹 他爸就是走進去那個彩虹裡面 真的非常的帥 各位 不要小看這三分鐘的路程 我非常強烈建議你啊 最好把這一站排在怎麼樣 晚餐或午餐的前一站 因為排完之後你會覺得非常餓 然後 有點喘 那有來的話 切記一定要小心 不要在山區大雨之後 或者是 已經在下雨的時候來 有點危險 一定要跟我一樣 好寶寶都晴天來 石羽瀑布我覺得很讚 我們等一下呢 準備要去吃一間叫四代物農的餐廳 不過令我比較擔心的是 橘白等一下 我不知道這樣拍得出來 有沒有他很陡啦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還蠻陡的 那剛才上坡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有點陡了 所以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 欸幹我怎麼覺得我會甩啊 蠻想看你甩的 等一下是一個挑戰 準備出發 GOGO 離開了石羽瀑布之後 我們繼續騎在台九餅上 把整條台九餅線騎完了之後 接回了台九線 接下來我們繼續一路往南 從台九線進入熟悉的鳳林 騎了大概超過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今天中午的 午餐地點 四代物農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四代物農 據說 這裡 客家小吃 反正我現在肚子很餓 騎了很久 那個領導也是騎了心驚膽跳 怕橘白是怎樣怎樣 可是我覺得 落的六很讚 掰掰 四代物農位於花蓮鳳林 看過之前我們到鳳林騎車的朋友們 應該不陌生 在鳳林鎮的客家人口 佔了全部人口的6到7成 所以這間四代物農 吃的 也是客家家常菜 採用了無菜單料理 只需要在定位的時候 跟老闆娘報上人數 接著直接到餐廳 一個人300塊 就可以直接用餐了 店內的環境 聽說是一間屋林近百年的古促 三合院是老闆的真祖父的舊居 剛剛拍到的一代 二代 三代 都是供客人用餐的廂房 整體的口味我覺得還不錯 有來的 一定要刻爆這一盤 要散豬腳 非常的下飯 吃起來 完全不會膩 各位我們現在剛吃完飯 然後我們準備要前往飛行場了 可是上面呢 目前有點 小小的烏雲 所以不確定到那邊的時候 天氣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還是義無反顧的準備出發 吃完飯之後我們又接回了台九線 時間來到了下午 從遠方看去 山邊的烏雲 也開始聚集了起來 心裡原本是想著 終於要來了嗎 沐浴乳還有洗髮精 已經準備好了 等頭頂上的水一來 我就要停下來洗澡了 不過隨著我們越往南騎 太陽反而變得越大 最後騎了將近20分鐘 來到了Seven的時候 反而看起來 又不像要下雨了 在Seven這裡稍微買個咖啡 喝完了再上 出發之後 我們也從這裡 離開台九線 往名利部落出發了 現在我們準備前往的地點 是今天的第二個飛行場 路況跟早上的那一個比起來 這一個沒有土路 但是雖然沒有土路 也不會好騎到哪裡去啊 因為這裡的髮夾彎 比起早上的那一個 多了應該整整一倍吧 跟上一個飛行場比起來 這條飛行場的途中 就像是一條普通的山路 周圍幾乎沒有任何的大景 展望 只有很陡很陡很陡的髮夾彎 整路你會感覺 阿到底是要爬多久才會到啦 就這樣維持了大概20分鐘 路程的後半段 才會開始出現一點點的展望 後半段我覺得路況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因為兩邊原本的植物 已經消失不見了 所以騎起來 心理壓力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空曠的視覺感 可以讓我們一眼 就看到平原上的屋舍 田地 這種環境下 還要再接著好幾個髮夾彎 同時每一個髮夾彎中 還串連著不知道幾個陡上坡 騎起來 真的是需要花比較多心力的 這段路 我覺得如果你的車子 軸距真的比較長 或是你沒有把握 那可能還是騎小車 或者是讓有把握的車友載上去 會比較安全 每個彎的幅度真的很大 之前是有聽說也有兩位夫婦 會開著露營車到山頂的飛行場 不過途中 真的也是要開得很慢很慢 更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在這裡要會車 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最後在看見了這一大片草皮之後 也就代表著 我們來到了第二個飛行場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種風景了 從今天早上開始到現在 然後我們剛才騎上來的路 我覺得這個飛行場比我們早上去的那一個 也不會到說很簡單 台東的太平山可能比較難一點 原因是因為它路小條中間有很多碎石 可是我覺得這條路它的碗很多 它的邊緣都是那種什麼 沒有任何遮蔽物的 就是你下去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秀孤暖西見 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騎在那條小路的時候 剛才上來的這一整路中啊 心理壓力你應該會有點大吧 尤其是你又騎CRF300 對 車高比較高 前面的體積又比較重 然後看到這個路況的時候呢 基本上會有點怕怕的 可是我覺得騎上來之後非常的值得 怎麼講 你會完全忘記剛剛你騎的點點滴滴 甚至是很困難的那一部分 騎到在罵髒話的那一部分 你會全部忘掉 因為後面就是這一片風景 從Seven出發到這裡 短短不到6公里的路程 我們騎了超過20分鐘 不過在看到了這裡的風景之後 我覺得 一切真的是非常值得的 雖然我把這裡稱為飛行場 但是這個景點 在Google地圖上 其實是有名字的 名利村展望平台 不過接下來 我還是會把它稱為飛行場啦 從飛行場看出去的視野 一邊是之前帶觀眾去騎車 曾經經過的萬里溪 另一邊 則是也曾經經過的馬鞍溪 整個鳳林鎮 就是由三條主要的溪流組成 從最右邊的馬鞍溪 中間的萬里溪 到最左邊 我們只能看到一點點下游的 受風溪 這三條河流 由山區 往寒山脈流津 也替鳳林鎮 衝擊出了一片肥沃土地 進而種植了稻米 西瓜 以及各式的蔬菜 今天的天氣啊 算是有點霧霾啦 就是沒有那麼的清楚 但是大家現在從畫面上面看呢 應該是可以看得到 這裡 有一座橋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去的劍陰大橋 那劍陰大橋下面這條溪呢 就是我們的萬里溪 然後在右手邊的這個溪 他叫做馬鞍溪 但是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這邊你上來有看到有業者的話 我覺得還是尊重一下他們好不好 就不要再進來了 或者是就是在外面靜靜的看就好 走在鳳林鎮的兩大溪流之間 看出去的景色無比遼闊 加上這個飛行場周圍的環境清幽 人煙稀少 所以上來停好車了之後 把車熄火 收招的環境真的非常的安靜 很適合帶著一張椅子 來這裡好好的放鬆 耍廢 能在這裡坐著 然後泡一杯咖啡來喝 一定會非常的過癮 所以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們 咖啡一定要記得帶 來介紹一下這附近的環境好了 就是我剛才講完了後面這幾個地理位置嘛 然後現在把車停在這邊 他這裡有幾張椅子 然後是你上來的時候可以坐的地方 那邊呢 他有一個廁所 大家這樣不知道看有沒有看得到 對 那個就是廁所 不過你去上廁所的時候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在那邊看到了三四隻猴子 野生的猴子 他就一直在那邊拉束 然後跑來跑去的 所以如果你去上廁所的話呢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褲子不要全脫 這樣你才可以發生危險的時候 趕快直接拉來就跑 來到這邊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放鬆 然後除了放鬆之外呢 大家不知道現在聽不聽得到 就是他有一些鳥叫聲 蟲鳴聲 你就來這邊 專心的放空 看著眼前我後面的這一大片風景 這樣就非常讚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要下去 避赫坦還是赫避坦了 我知道我在影片裡面一直念錯 但是沒辦法 他真的太難記了 赫避坦 避赫坦 只要他是坦 就OK 中間好像有一個聖母瑪利亞像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先去看看 哥哥 在這裡待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接下來我們開始沿著原路回程 下坡 就比上坡 來得更加的恐怖了一點 所以騎乘的速度 我們也稍稍的 放慢了一些 一整路的抖下坡 我們又抖了將近20分鐘 最後來到了這個 我一直搞混他名字的 避赫坦 還是赫避坦 按 各位 這個叫什麼坦 赫避坦 欸 避赫坦 我要聽這個坦證明 他叫避赫坦 他不叫赫避坦 其實我覺得這個坦 你可以不用特地來這邊 我覺得你可以特地去那個飛行場 然後下來的時候 順道再來這個坦就好 因為這個坦 我覺得他比較小 然後基本上他就是外圍一個步道吧 最後算你真的要來這個坦好了 你也一定要上去那個飛行場 往名利展望平台這條路程中 可以瞬減一個小景點 我覺得如果你有來到這邊 可以把避赫坦 當作是一個順路經過的地方就好 以我去完這兩個地方之後 名利展望平台 真的非常值得一去 而可能是因為才剛剛看完 飛行場的狀闊大景 下來避赫坦 還是賀避坦 反而會有一種 怎麼好像還好的感覺 雖然這裡有著全台獨一無二的水中聖母像 聖母瑪莉亞的眼睛還很大顆 周圍的環境也同樣清幽 但是我還是比較建議 如果真的要來這裡走一走 那就先在這邊停留個5分鐘 10分鐘 接著再往上去名利展望平台 這樣就不會像我們今天一樣 看完大景 然後覺得這裡還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離開這個 避赫坦 我們等一下就要離開避赫坦 然後下一站我們的行程呢 就準備去吃犬牛料理 所以現在 犬牛料理我們來了 回程的途中 其實我們今天的行程 還有一條林道沒跑完 西嶺林道 所以在觀眾的堅持之下 我們一路沿著河堤 從台九線上 再度外切到小路 經過了一小段柏油路 然後又被狗追了一下 被狗追完 我們接到了鳳林那三條大溪流 的最後一條 瘦峰西 騎了大概30分鐘 來到了河堤旁邊 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惜的啦 因為騎到這裡的時間 已經晚了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又要再度講出那句 有一點遺憾的話了 騎了小路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溪床旁邊 原本其實啊 我們這一趟 排的 目的地裡面呢 是有要再往上 進去一個叫西嶺林道的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跑到現在 時間已經5點半了 天已經要暗了 進去呢又要申請 所以 就想說 下一次算了 有點可惜啦 不過我已經慢慢的 漸漸的適應這種 每次都有點可惜的情況了 有點遺憾下次再來 好久沒有講這句話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講這句話了 因為我們最近都不留遺憾的認真騎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繼續啟程 準備往我們這個 吹牛料理出發 GOGO 沿著西床 再騎了大概15分鐘 來到西嶺林道的路口 天色已經全部暗了下來 所以這裡也給了我那一種 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覺 令人餓完的 今天沒辦法繼續深入 不過就像我剛剛在 授封西畔說的 很可惜 但是我在經過了最近的 適應之後 其實燕習慣那一種 千里條條 騎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準備大玩特玩 結果最後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只好開始回程的感覺了 下一次再來就好了嘛 離開西嶺林道 接回了台九線 沿著台九線 我們又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最後終於回到了 花蓮市區 終於等到了今天 盼望了一整天的全牛料理了 我們剛才又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間叫做牛二間 他就在這個 這邊應該是南冰吧 其實花蓮以前有一個叫南冰夜市 原本就在這附近 可是 自從被燒掉之後 他就去東大門 是不是很深啊 反正anyway我們今天就在南冰 那這邊我們在牛二間 然後今天吃的是全牛料理 鐵板燒 自己烤 自己煎 聲音下去就是不一樣 那個熱氣直接上來 爽 一邊是鐵板燒 另外一邊這個是火鍋 那我們又點了這個 淡水蛤蟆 兩個牛肉 這個就是羅肉蛋 不是粉紅色的那個喔 他目前看起來是褐色的 應該不是粉紅色的那個 粉紅色那個應該也不能吃啊 跟我印象中的苦瓜 前上長不太一樣 又是那個零頭心 肉已經好肉已經好 肉已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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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讚讚讚讚 這間牛二姐 據說平常的時候 是整間都會爆滿的 不過因為我們到訪的時候 俗化公路崩塌了 所以原本預訂的客人也都取消了 當天整間店只有我們這一桌 還有另外一桌客人 用餐方式 一鍋用煎烤的方式 另一鍋則是火鍋 一邊煎牛肉片烤牛肉片 另外一邊則是煮牛筋 牛肚 牛肉煎完除了多汁 Juicy之外 放入口中之後的口感 也非常的軟嫩 大家下次有到花蓮的話 也可以提前打電話定位 來試一試這一間 牛二姐 吃完了全牛料理 接下來 我們前往在吉安鄉附近的 貓咪咖啡廳 邊喝著咖啡 邊嚕貓 看著牠喝水 就這樣看了一整個晚上 就是鬆啦 這裡有一隻巨大的貓 吃完飯嚕完貓 完美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明天 也只剩下最後一個飛行場 等著我們去探訪了 這附近有慶修院 然後我們想說先去附近吃個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呢 就要一路往 往南 進入台東 GOGO 第三天早上我們在出發的時候 就打算先去慶修院附近吃個鹹豬肉加烤香腸 當做是早餐 台中人嘛 炒麵豬血湯都在吃了 鹹豬肉加香腸應該也是可以吃得很飽的啦 吃完馬糕香腸還有鹹豬肉 我們正式往最後一個飛行場出發 昨天騎的路線 我們都是走著靠山區的台9線 而今天的這個飛行場 就跟昨天去的那兩個 不太一樣了 是一個靠海的飛行場 而既然都靠海了 今天我們選擇的路線 當然就是也同樣是靠著海的 台11線啦 從花蓮市區經過花蓮大橋之後 很無腦的沿著每一次環島 都會走到的台11線 一路往南 今天的天氣就沒有昨天那麼好了 才剛出發就飄著一點點的細雨 騎了不知道多久 即使雨停了 但是天空同樣是陰天 就是不見太陽公公的蹤影 所以當下對於等等的飛行場 還是會有點緊張 怕下雨 路況變得更糟 然後就又得再度留點遺憾了 在台11線上騎了將近50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位在稽奇村的 高山部落 離開台11線 轉進一條沒有路名的路 這裡 也是這最後一個飛行場的路口 最後一個飛行場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在Google的地圖上 也找不到這個地方 不過這一段路的路況 大概是我們從昨天開始的 飛行場之旅裡面 路況最好 最不像秘境的一個 不過由路面 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接著才稍微轉換成了水泥鋪裝路面 土路在這一段路的成分幾乎是0 沿途的風景 除了樹之外 還是樹 同時因為下了一點雨 所以路面潮濕 看得出來路中間還有擎台 從台11線進來之後 不會騎太久的時間 大概10分鐘以內 就可以來到了一個 視野很棒的 小山丘 從馬路路口看進去 風景算普通 你應該感覺不太到這是一個飛行場啦 而實際走到了這個小山丘上之後 風景即使是在陰天來 還是會覺得很壯觀的阿 只是真的很可惜 我還是想要在晴天的時候來 今天這個飛行場呢 是最後一個飛行場 也就是我們第三個飛行場 那這個飛行場我覺得 與前兩個最宇宙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於 這一個飛行場 後面看過去的視角 就是我們的太平洋 非常的美 然後還有一兩座小山的帽子 那邊有一個山 那邊有一個山 然後遠方呢就是我們的台11線 然後還有海岸邊 三個飛行場裡面呢 這一個飛行場 我覺得它的路況是最好的 全部都是水泥鋪裝的路面 所以騎起來呢 像我們美式也可以上來 我們街車也可以上來 這三個飛行場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比較低海拔的地方 然後你一瞬間 你會到比較高海拔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沿途的路況阿 法甲灣上坡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從昨天 你想要跟這一整趟行程的話 照著我們這個影片裡面的 這一整個行程去跑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你一定要結伴 因為畢竟這個山區阿 其實我們剛才從開始 第一線騎上來 一個人都沒看到 一台車也都沒看到 我覺得不要一個人來了 還是結伴一下 找個人陪你一起騎 然後一起來 萬一如果你在途中有導車的話呢 也比較安全一點 那可以看到呢 我們後面這邊是海嗎 可是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 所以來 我們鏡頭 take 山欄正在緩慢的往海邊飄過去好不好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兩天以內呢 看到一個唯一一個就是 有山欄的地方 如果你要去飛行場的話 盡量還是挑好天氣的時候去 因為這樣你的視野才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今天挑了一個陰天的時候來 但是我發現看的到山欄呢 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在這個飛行場 我們沒有待上太久的時間 因為風真的太大了 加上剛到沒多久之後 雨也開始下了下來 滿可惜的啦 下次我想我應該會再選陰天 前後都不會下雨的好天氣上來 應該是可以輕輕鬆鬆 俯瞰整個太平洋的 下山之後 我們重新接回了台11線 接著沿著台11線 一路往南騎 途中還交換車 體驗了一下這位觀眾的 美式機車 最後 魯特也真的非常感謝 這位超級無敵在地道爆的 花蓮觀眾兼車友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花蓮 終於不是以台9線 台11線為主的機車旅行了 這三天 走了很多產業道路 零到 看到了很多飛行場 美景 甚至還有我平時看不到的景色 騎得很爽 拍得也很爽 而在這趟結束之後 他也跟我說 這在花蓮 也只是其中一咪咪的景點 A Piece of Cake 剩下的 還有一大堆地點 等著我們下次來 再去拜訪 非常感謝這位觀眾帶我去騎車 希望下次 不只是花蓮 只要是全台灣機車可以到的地方 可以有更多的觀眾 帶著我們 一起去探險 每次回來 一位 一位 原來 一位 天 海 很流行 為 But I don't wanna step outside and take it all in 對啊 他騎著超強 超強的啊 對啊 因為他的個子超小啊 他那一天就說 他終於騎到他踏得到地的越野車 然後他不懂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踏得到地還可以騎成這樣 他那一天很嘴 那個飛行場的景色真的非常好 可愛 什麼啊 啊你要唱 你說那首怎麼唱 是誰的心啊 是誰的心啊 要怎樣 沒事我講不出來 你不要讓我很尷尬 我很懶念對我融資 好寶寶呢 都晴天來了 石語瀑布 我覺得滿讚 我覺得滿 等一下 好帥啊 各位觀眾 我在石語瀑布 這條林道你一定要來 而且你一定要騎怎樣 騎中間 蛤 這不是你的車喔 沒有這台是我 沒有這台是我 靠北 我自己的車就夠還好 花蓮蒂頭蛇在喝烏龍場 好性感喔 這個很好喝 哈哈哈哈 我們同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鳴節水為什麼叫鳴節水 幹聽起來好變態喔 哈哈哈哈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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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六很讚 拜拜 You're like a light storm To be yours Feels flooding through the front door You're like a light storm A light storm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